Dream, 賓婦 是不是很后悔? 是不是很內疚開了這一槍? 雷霆申讀劇集爛尾 觀眾大插電視台的劇集水準低處未算低 有評論指出與一台獨大有關 你要說 這些就是天意 有些是不知不覺看到電視 我知道有一些八屆的朋友跟我說 看毛線看得多是看蠢人的 我們有這個權體 但其實很多人不知不覺吃飯就開了 我們好像很無可奈何 很多時候去到一些發牌的中期檢討 現在越來越多人出來去批評這個現象 就是一台獨大的現象 競爭不可以 其實不只是觀眾沒有選擇 大家知不知其實是從業員沒有選擇 而從業員沒有選擇的後果是 從業員沒有選擇 要不就是做要不就是不做 如果你做就要跟一間公司的製作方針去做 其實那件事對整個社會是很麻煩的 因為事實上香港整個創業工業 我這樣大膽說一句 其實現在已經是一個到達 我這樣說是生死存亡 我現在去找人很難找那些 就是二十幾歲三十幾歲 很多都是要四十幾歲以上 因為我覺得電視學業裡面 因為基本上已經沒有人 那些人工是低到很不合理的 一個做了二十幾年的 不是一個 是所有做了二十幾年的導演 拍攝那些所謂 現在很多人都會看的 有二十幾點三十幾點收視 一個小時賣三四百萬廣告 收入的所謂的導演 是兩萬元的工資 在舊世界 現在的那間公司 在那間公司 現在是在那間公司 每天都要開放 一個真正屬於香港人的電視台 已經準備就緒 我們的創作組 製作部 外景組 造型設計 配音組 所有人都知道 有競爭才有進步 當年開放電訊市場的結果 大家是有目共睹 為何政府遲遲不發牌呢 那間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政治 政治考慮 這個是比較多人說的 而我早期傾向於 我不願意相信 不想相信 另一個第二個說法 就是保護現有的 兩間營運的面對電視台 以保護他們的利益 第三個說法就是 很忙 政府很忙 因為你也不自心 搞那麼多事情出來 我很忙 所以要應付 要應付不自心之流 政府很忙 但是我想 很忙的說法 越來越好像 站著腳 因為其實 其實我們申請 是2009年12月申請的 港管局在去年年中 已經是批准了 亦都是建議三個申請 因為其實申請者 不是只有另外一個 有另外兩家的 那三個申請者 其實港管局已經是批准了 建議行政長官聯同行政會議 發這三個牌照 但是這個建議 這個審批的建議 其實已經放了在 據我所知 已經推薦給政府 是去年七月到現在 是足足十五十六個月 那 當然我看不到 為什麼要搞那麼久 因為 所有的研究 所有的研究 譬如 我們究竟我們批准資格 我們做的節目 質素行不行 整個財務投資 例如法律意見 市場的研究 其實基本上所有事情 在港管局的十八個月 已經做了 公開諮詢做過 基本上已經說 這三個可以發牌 但為什麼要搞那麼久 這個是比較奇怪 所以 第三個是說他很忙 那我覺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保護 現有的兩個營運商 如果你說這兩個營運商 都不是 那就 就 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不知道什麼原因